超借稅收4500亿 会不会还税于民 发一万还是振兴券 成了最近超韩话题 自己是觉得还OK 有或没有其实都还好 但主要是因为 就看到现在很多商店都关起来 也是蛮可惜的 能够希望有振兴券 然后大家可以去花 也可以帮助这些店家复兴 我是觉得应该赞成 蔡英文总统的那个政策 她说钱要花在刀口上 可花可不花 不过我是觉得应该 遵照政府的政策 因为这边提议的人 都是一些立法委员 民众等待中央决策 但目前朝野立委共事 多想让民众共享税收红利 总统蔡英文 预计将在31号上午9点 召开国安高层会议 针对全球经济动能减缓 就台湾总体经济 产业困境的做因应延伤 民进党团上午开会讨论前 当地立委则分函发现金 依然相信大多数对于还税移民 普发现金的方式都表支持 那我也期待财政部加紧作业 明年的经济的预测 看起来 在三月份到六月份之间 经济的表现 其实会让人家很担忧 可能可以一鱼两吃 发现金又发卷 绿营党团总交柯建民 没把话说死 年结后民众有没有机会 拿到大红包备受关注 到底要不要发 这个一万元的大红包 现在其实民众都有 那种期待的心情 因为我们先来看到 因为现在定调的是 明天就是今年最后一天 蔡总统上午九点钟 就是在总统府召开一场 国安的高层会议 那么主要的重点就是要讨论 这个全球经济 对我们台湾经济的一些影响 还有未来的因应策略等等的 可是大家 民众最关心的就是 那一万元的红包 拿不拿得到 我先请教蓝绿两位议员 平常在基层走跳 听到民众的心声是什么 来冠廷这边先来 我这样讲 一般的民众多数还是 当然会觉得说拿到现金很棒 不过这件事情 其实各个学者专家 还有很多的政府官员 其实都有两派说法 我举最极端的例子 因为有一些反对发现金的 学者专家他们的讲法是说 会造成物价波动 其实背后讲的就是通货膨胀 不过最极端的例子是美国 美国今年的通货膨胀达到8% 很多州甚至超过10% 结果他们的做法是这样 我以加州为例 美国现在已经有15个州 今年要多发现金 加州是通膨超过8% 非常严重的地方 结果他们政策居然是什么 你知道吗 通膨已经8%了 因为通膨 所以我发给你现金 大概是现金3万到6万台币 所以他完全难过 然后学者也被骂 学者就骂说 你这样会让通膨更严重 不过他们州政府 议会已经通过 就讲说 没有 我们发下去之后 让我们本来受到通膨的 那个影响会变小 所以同一个事情 就两派说法 那边是因为有通膨 所以发更多 发更多 然后可是现在我们很多反对 发现金的讲法是说 是因为避免通膨 好 所以我觉得这两种例子 给大家做参考 我简单讲 现在说实际上 我觉得还是要拆开 就是说 一直在讲说 是因为超征税 所以才要来做这个 发现金或发振金券 或做什么错是错的 我先讲 我们真的没有超征 真正的原因是因为 多4500亿 是因为整体 今年上市会公司 很多的营业额好 所以政府 他本来预估收到了税 比他多 4000多亿 那我觉得这一定要切开 为什么 因为人民需不需要跟有没有超针是两件事啊 多针两件事 所以我觉得这个多针4500要先把它切开 那真的要讨论是两件 我们现在到底如果要发我们的目标 假设我们已经把多针4500亿切开了 到底是要纾困还是要振兴 那现在看起来以我们府院高层目前透露出来的态度 我的感觉是 台湾应该是要进入开始要振兴的状态 那如果说真的要做这个措施 我简单给观众朋友分享 我个人当然会觉得说发现金不错 但其实能够用的工具就四种 不外乎就四种工具 第一种工具就是振兴券消费券 就是给你券的 那这种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你不能存起来 你一定要去花 第二种是现金 现金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爽 就是开心 真的因为拿到钱 什么都可以当开 我可以存起来 我可以买 我可以包包 我可以做很多事情 就是现金 他最开心 那第三种其实就是退税 就是你缴多少税 我退你多少 可是这种做法 就是有人会觉得说 那缴的多的反而退的多 可能郭台铭 郭董事长退最多 那反而我缴很好税的 就退不多 第四种就是 找特定的产业 或者是某些族群 我们来做补助措施 那就像比方说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针对计程车司机 然后我们针对旅数业者 我们又给补助 其实想来想去就是四种 那如果说要再进一步振兴 大概就是这种四种 所段怎么去做搭配 那如果问我个人 我当然会觉得说 如果能发现金 当然是也很不错 不过我相信 政府一定会有 整个通盘检讨 那最后还是要选一个 对于人民最有帮助的 一个措施 因为其他国家 所有例子都有 以美国来讲 疫情三年到现在 全国一起发的 现金发三次了 那这一次州政府 几十州里面 有15州决定要发现金 可是也还有一半的州 决定不发 所以真的是两种措施都有 现在要发还是 不发 都还没有定案 可能明天 最快明天早上 会有答案 不过其实国民党 这边也有提供了 几项方案 因为像国民党团的 曾明宗 他就说 他提出了三项 他说超征的税收 可以弥补健保 一百多亿元的亏损 另外他也说 要帮帮这个青年人的 学贷免利息 那另外这一项 他说要真的 特别针对月薪 还没有达到 三万块的民众 每个人发现金 三万元 中低收入户 每一户发放现金 十万元 十万块 好 国民党也有自己的方案 那斯刚议员 这边怎么样来看呢 因为现在 其实啦 蓝绿议 蓝绿议员 还有委员 大家都在划啦 我们来议员怎么看 代表说民众的这个情绪 这样已经被撩拨起来 是啊 不然不只是 国民党这个委员有讲 像在民进党里面 很多委员 像英系的立委 何志伟都出来讲嘛 你现在已经是跨派系 大家都在讲 这个反应是什么 反应说 大家觉得年关难过啦 希望在年关的时候 有一些来自于温暖 然后至于说年关呢 这样去采买的时候 能够开开心心的 因为你说 你不管是发现金 或发劝也好 一般来说 当然存起来的还是有啦 但是大概有超过一半的 会拿到市场上面去做消费 如果是现金做消费的话 其实对整体的 就是经济循环的 所以会更直接的帮助 因为过去这两年 多的疫情期间 最受苦最多是什么 小摊商 小摊商 还有这个很多的 计时的工作者 比如说拿时薪的 工作的不稳定 也许你这个餐厅饭店 不需要人力的 你就没办法来上班了 所以收入就出现 很不稳定的情况 所以说针对这些 收入不稳定者 我是觉得在今年年关的时候 政府其实可以给他们 一点温暖 如果这些温暖 在他财务上 还负担得过的话 那当然知道说 过去几年的超真 是来自于这个 上市贵公司的这个 超 他也盈余也大幅增加了 来自于他们的盈余 大幅增加之后 来自的超真 所以这些超真的钱 我就觉得来 这个除了发给民众 特别是这些 比较有中低收入 或收入不够的民众之外 另外想办法就是 能够解禁青年人的负担 学代 像这个过去美国 川普时代 学代一笔勾销 就还记得这个新闻 当然最坏是输了啦 所以说发钱跟选赢 会是相发上等号 那学代就一笔勾销 那我说这一次 我很多的 我看我自己 不在面试到很多的助理 他们学代 很长的时间 从大学时代 他到30岁的时候 还在还这个贷款 我觉得实在是 我们过去比较是学费低的时候 这个大家难以想象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在刀口上面 我觉得青年人的学代 也许在某一部分比例下 予以这个不要再收了 或是予以把它一笔勾销 对于一些中低收入户 或过去在一年内 收入不满 比如说一个数额的 好像26万多 未达这个 未达这个征税数额的 是能够一个三万块 让他们年关好过 毕竟有一丁小钱 大家消费的时候才不会哭哈哈 刚才听到蓝绿两位议员都说 其实现在民众的心情 真的都有被撩拨起来 民众很亢奋 这个红绿委员这边怎么看 因为为什么我说 民众特别关心这样的议题 我们这几天收视率最高的时候 都是落在撩红包的这一题 这真的是显示 民众大家都想要知道 我过年前领不领得到 来委员 当然有钱领每个人都要 对不对 不管钱多钱少 有钱大家都希望 大家也希望都是现金 这是最好 我相信每个人都是这样 现金最方便 现金好用 不管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做 这当然是大家的想法 不过我必须要在这个前面 我要说一个 就是没有超收这两个字 没有超真这两个字 大家不要被误会了 我跟你讲 一个国家每年要收多少税收 都是前一年把它有定 法定的税收大概是多少 但去年各行各业 我们不讲 我不好说错了 没有各行各业 有一些公司 尤其是上市柜公司 因为整个台湾疫情守得好 所以他们的工厂 几乎订单满满的 所以在去年 因为中国的疫情 还有很多的地方 那台湾是守得最好的 又台商回流 所以去年的上市 所以公司很多的生意赚太多了 所以赚太多 他有赚钱 你是不是就要缴税 那政府的税是固定的 不会说因为你今年多赚多一点 我就给你多收一点 这是固定的 那因为去年经济景气 台湾的经济景气 非常不错 所以比预定的税收 多了四千多亿 但我们一般上班族的 你缴综合所得税的 你薪水没有增加的 其实没有超收你一毛钱 其实没有超收你一毛钱 你每个人都讲超真超真 很多人问我说 那我有被超真多少 我觉得这个要先跟大家讲清楚 我们多出来的这些钱 几乎都是上市柜公司 跟一些企业多出来的钱 好了 因为我们疫情台湾所得好 有多了这些 这多出来钱要来怎么做 现在大家每个人 都有他的想法啦 对不对 当然大家都觉得 发现金是最好的 当然啦 发现金是最好的 但是呢 要现金要怎么发 这些上市柜的老板 这些他们的董事 他们去年赚的 比我们真的税还更多 他们也要每个人一万块 郭台铭也没差到那一万块 一万块对他来说没差 他去年很多上市柜公司 都是几十亿几百亿在赚的 对不对 要给他 像说不有人说 这个不公平 去年 这一两年这个受伤 比较严重的 比如说我们的摊贩 我们的小商家 面店啊什么 这些是受伤最重的 这些要不要优先给他 甚至有人 国民党 我觉得国民党说的 我也不反对 都可以拿出来讨论 你的健保的亏损 是不是可以直接去处理 那以后健保费 可以几年不涨 对不对 但这些民众无感 我必须讲无感 我的钱拿到 你钱给我放在口袋里 我最开心的 我过年我就可以包红包 给我的小孩子 过年我可以包红包 给我的孙子 那我一家有四口的人 我有四万块 过年前我有四万块 多好用 那个年菜都可以加菜了 不只加菜了 对不对 送去餐厅吃 家里要太旧换新的 也都可以换 我当然知道 大家都希望把钱拿进来 但现在还没有定案 就是说 这笔多收的钱 我们要如何来处理 一个全民大家都一起 不分你有没有钱 大家全部都有 那另外一个 是不是我们有特别弱势的 或在疫情这几年 特别受到冲击的人 要不要特别的照顾 然后让他们稳定 然后他未来可以在 在他既有的基础上 生意可以做得更好 因为这笔钱 我再说一次 是从大企业上市会公司里面 超收最多的 对吧 那些人已经非常有钱了 你知道 我们能够超收四千多 你要知道那些 这些上市会公司赚了多少 比这多更多嘛 对不对 所以这样就有两派的意见 我刚讲的 一个是全部都有 那一个是这笔钱要不要 类似装款 用给比较特殊 需要帮忙的人去做 所以现在是在这里 所以那经济学家 每个人讲的 都很有道理 但你从历史上来看 经济学家讲的 常常他讲的 跟他会达到的结果 是不一样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大家也要去思考 所以就让总统 明天找大家来开会 然后这样子 再做最后的决定了 这个两派的说法 弄无得力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再来请教 过年要包红包 给小朋友的 这个名誉姐 还有宅哥 这边是怎么样的看法 休息之后 马上回来